廣州地鐵全線網都實現了數字人民幣多場景應用 乘客可以使用數字人民幣 辦理扣票乘車、補退票等業務 林恩怡報道 廣州地鐵的車站增加了溫馨提示 站場都支持數字人民幣扣票 乘客只要下載註冊數字人民幣APP 並開通數字人民幣錢包 就可以在自動售票機上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 現在所有地鐵的扣票機都增加了數字人民幣支付選項 好像這個位置 點進去之後 下面這個位置還有一個數字人民幣支付的致印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樣使用的時候還可以參考 而廣州地鐵官方APP的乘車碼 支付方式一欄增加了數字人民幣的選項 點擊就可以跳轉到數字人民幣APP支付環境 廣州地鐵今年8月率先在4號線和5號線 試點推廣數字人民幣支付扣票 之後其他線路亦都逐步上線了自動售票機數字人民幣數碼購票業務 上關場景上線數字人民幣功能以來 已經累計交易近4500筆 目前廣州地鐵的票務業務都能夠通過數字人民幣方式辦理 有乘客表示希望在推廣數字人民幣支付扣票的時候能夠增加更多數字人民幣支付指引 另外開通了建行數字人民幣錢包的乘客 在2023年1月8日之前還可以領取最高20元的消費紅包 可以用於廣州地鐵線網內的乘車票款支付 廣州電視記者林欣傑報導